Lun,你做了職業足球員十多年 突然間在幾個月前沒有工作 你習慣嗎? 習慣一定不習慣 始終人這麼多年都在球場 隔了幾個月,心裡仍然留在球場 始終從小到大都在足球場 這二十多三年都在球場 所以你說習慣是不可能的 那你現在日常生活是怎樣安排自己的時間 現在,日休閒眼就用來睡覺 晚上才出來,因為酒吧通常都是晚上 所以差不多時間都顛倒了 那大部份時間都放在自己開的酒吧 暫時也是,始終做了兩年 希望放多點時間在這裡 因為如果你自己不在這裡 如果別人找到你,也希望你在酒吧在一起 就是喝酒,聊聊天 你現在的工作也是晚上多 日休閒比較有空 我知道你也放了很多時間在家庭 剛剛生了寶寶,現在差不多一歲 所以說晚餐,如果不是上班的時候 就照顧兒子玩玩 曾經是香港最出色的前鋒 見證著香港球場的盛碎 對於他來說,球場上的一點一滴 都是珍貴的回憶 你看到我們身後是大球場 大球場幾間經過改店 新球球場你已經踢過了 你有甚麼回憶呢 我想比賽也是 我想舊球場我記得有一場就是 我想近時我踢伊波羅的時候 對南會,當時的比賽名叫做總育比 我自己後背入踢 一腳球都沒碰過 第一腳射入球 比較印象深刻一點 而新球場來說 最有印象就是對聖寶羅和南四大夫 我想兩場在這個地方 我們南會都可以贏得兩隊 叫做幾強的外隊 所以有印象比較深刻一點 當然了,有球入踢得好,當然難忘了 不過這樣,足球員很多時候都受傷 有哪些受傷令到你很難忘 而且真的擔心不可以繼續用踢球來賺食 印象中,我在和我場對上升了一場完賽 當時就說我和阿龍的場去撞在一起 即時已經是指失了知覺暈倒了 事後去醫院就知道 我的下目是整個眼界移了 當時立刻要做手術 要連診,要連反壓要診 當時也有點彷彷,怕真的不能踢球 或者這件事會影響到 香港人為止無保障 所以當時也去想這件事 就是怕會否真的不能踢球 南馬隊阿倫來說,就好像另一個家 他們的關係千絲萬縷 絕非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清楚 阿倫,你前樓踢過南馬會多少年 大大樓,十四年 但你離開的時候,大家看報紙也知道 似乎在續約與不續約之間 和會方出現了一些問題 其實本身也不想再提 因為經過這麼久 但大家都想知道很多事情 始終球員一定有一天是收山 但我本身也希望多踢兩三年 但今年跟馬會的客人的問題 我想他在人工方面可能減得比較多 我自己比較接受不到 我覺得如果一個年紀大的球員 減少人工或者美食其實沒有問題 因為我近時在馬會試過 在兩三年之間都減過人工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想我跟馬會這麼多年 老闆也好,教練也好,全部 我想上上下都好 我想大家知道那時候是甚麼環境 減少人工是很正常的 上年來講,我想大家也知道 在馬會大樓 在錢方面,其實單費方面沒有問題 過到家人工 為甚麼是要減少人工 所以就說,我想在這個 自己比較深厚一點 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自己退休是比較慘一點 怎樣都不甘心的 因為自己踢球那麼多年 在馬會,不是在馬會 我想到馬會 我想到馬會 其實馬會都沒有怨言過自己 都叫做對我很好 是 那時候,我想一間大會 其實用外援比較多 但是他很肯給我機會踢球 但是今年來講 可能真的 可能他覺得我年紀大了 或者可能是不適合球隊 而出場機會已經是少了 其實這樣也是沒問題 但是只不過就是 自己是不甘心的 就是希望還在馬會 踢到真的 叫做好些收生 因為始終在馬會這麼多年 就是不想說為了這件事 而令到球迷對我 或者我好像經常講 好像現在的老闆那樣 就是令到大家為了這些人開心 因為始終這件事 就是不希望被球迷感到 我們大家都是為了某一件事 而令到大家的關係 決裂了 一路來 我知道你對足球還未亡情 我知道有球迷找你 東方找過你 但你最終是做顧問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自己也很慘 因為我真的想踢回球 但是剛好 我一不踢馬會之後 就有個朋友叫我出本自轉 我就剛剛出了本自轉 隔了一個星期之後 東方又說復出 想搞回甲組 那時候 Peter打給我 叫我可不可以幫我踢一連 我說我都很想踢 因為我真的沒有放得低足球 我都很想延續多踢足球 但是就說 始終我剛剛出完自轉 隔了一星期 如果我再說復出回甲組 如果喜歡的人 當然沒有所謂 希望你踢 但是不喜歡 或者又覺得 剛剛才說退休 一個星期之後 你又說想踢回 就是別人會這樣想 所以就說 在剛好的時間方面 不合不來 如果時間方面合不來 就可能真的會繼續踢 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因為 有這本自轉 扔著你 可能你已經踢了東方 是啊 始終我 做人起碼要答應 做了這件事 你不可以翌日 或者隔了一星期 立即反哄 那個誠意的問題 所以我都跟Peter說 我誠意的問題 我不可以答應 因為我這麼多年 在南園 我跟Peter 他叫我踢到我真的有什麼 只不過就是 出了本自轉 我真的答應不到你這件事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是有點慘的 因為真的 有機會 他找回我踢球 我也很想你踢球 麥倫 看看你的足球生涯 拿獎就無數了 個人的獎項 足球先生你也拿過兩屆 是的 還有沒有遺憾 有 我想大家如果有看過報紙 或者雜誌 都看過我 經常都看過 就是神社手 是 因為身為一個前鋒 我想如果 在香港 或者未做過神社手 是比較遺憾 因為始終 我想大家知道 香港比較做外援 比較多 拿到神社手 也是外援 我不想希望 被外援 或者其他老闆 看到 通常拿到神社手 都在外援 覺得香港的環球 或者什麼 做不到 所以我當時 很想證明 香港環球 都做到的 但真的遺憾 自己都未做到 第二 試過 很多次了 第一 所以在足球生涯 我想最遺憾 都是這件事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當年沒有進足球圈 你自己會走什麼路呢 可能走些歪是路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 住屋村長的 如果你不踢球 可能群人 群人可能會這麼好 所以其實 我想踢球來說 其實 給我的東西 還會更加多 雖然現在真的退休 沒有保障 但是在這十幾二十年來 我想 給我的東西 和知識的東西 是多了很多 所以足球來說 我想是 除了家庭之外 我想是第二步的生活 但是 希望真的 過了這個時 其實因為 我剛才說過 剛剛出完本書 我不想突然之間 為了真的復出 而影響到自己的民意 因為始終 我想是 誠信問題 所以說希望 如果真的有機會 隔了一年之後 看看有沒有球隊 會再找我 可能會繼續 踢多一兩年 試一下 看看行不行 或者你會不會主動去 有些球隊 跟著他操 即是先保持 會不會有甚麼考慮 都可以 因為始終足球 自己比較喜歡 所以說 希望在這方面 我會嘗試一下 如果在有時間方面 我就會更加球隊 操練到 球迷在等著你 一兩年來 希望在球場見面 繼續辭聰 好的 謝謝 下一節回來 終會看到香港女子隊出場 他們會踢亞洲杯的外圍賽